好来看到这位是台北市大同区的人瑞阿嬷林黄玉珍 她已经有107岁了 她的身体硬朗每天都爬四层楼 走路20多分钟到教会 而且是风雨无阻 但是呢最让人惊讶的是 人瑞阿嬷平常最喜欢吃的是汉堡薯条 还把可乐当成水盒 严加亮坨红润的腮红 嘴唇涂上红润的唇膏 染黑的头发整齐往后梳 她就是107岁的人瑞阿嬷林黄玉珍 约以为老人家饮食清淡 红酒清酒黄酒来准不拒 最喜欢大口吃干饱汉薯条 不喝白开水只爱喝可乐 一天下来可以割掉一大瓶1250cc 可乐我最水喝 只水白水我没喝 苦我最爱喝 汉堡我要吃鱼 吃鱼的我没吃鱼 电视广告嘛 就是说买薯条买一送鱼 然后就跑去买 然后店员就跟她讲说 晚上10点后才有 她说蛤 那我还要晚上10点跑出来 阿嬷还有每天要做的例行公事 就是走路20多分钟去教会 家住4楼的她背着侧背包 拿把雨伞 一步一步她在阶梯走得好稳 到了平地更是剑步如飞 附近邻居看了也很佩服 以前都高点一大 阿嬷一大 风雨都同样 每天都没有 大家在家 骑下去到25分钟 都骑下来 但是你又什么 体力到底有多好 照片中的阿嬷 搭飞机到菲律宾旅游 穿着泳衣站在水上摩托车 当时的她已经超过80岁 除了体力好 阿嬷的记忆力也是一等一 照片中孙女的儿子生的小孩 该叫阿嬷什么呢 阿嬷的孙女还特别提醒 如果想拜访阿嬷 记得先打电话预约 因为她可是会到处爬爬走 于是新闻李清雲周婉林 台北报导